有人 唉唷 進去了 他翻牆欸 這洞口出來或者是從左邊這邊出來 哈囉大家好我是拿鐵 今天要玩MW暗區突圍 今天要再來分享一下偽裝者 要怎麼賺錢 今天這場玩一下農場 那我們開場之後拿到這把墨星 墨星算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他比SKS五文很多 而且又附一個3.5倍禁 輸通機我們就不用了 這場可以直接先衝這邊 先看有沒有東西可以撿 屍體 喔有個防裝 兇掛 換過來 沒有聽到槍聲 幹嘛聽到槍聲我就往那個方向衝啊 去找活人最快賺到錢的方法 欸有人 喔唷 進去了 他翻牆欸 他等一下應該會出來喔 小心上去測潛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隊友我們先看一下 看有幾隻 我們現在就是守珠帶兔喔 我們現在裝備沒有很好 如果跟他打近戰可會打輸 所以呢我們就拿 遠程 這邊蹲點 這裡有兩個出口啊 基本上從這個洞口 或上面都有可能 這洞口出來 或是從左邊這邊 出來 哇好多屍體喔 我這屍體都被撿過了 所以有時候等敵人全部收完後呢 你再來一個尾刀收掉啊 就可以省多時間自己去收東西啊 欸有人 沒中 沒死 欸死了 可以 感覺是特權 我們先等一下 我怕有隊友 雖然他是直接死掉 這個先丟啊 有時候不能心急啊 一去撿屍體可能就會死掉 就被他隊友或其他人偷襲 等一下這屍體的位置不是很好 很容易會被偷襲 欸有聲紋 他有聽到聲紋 欸有一個人 想要撿東西 想偷撿 抓到 好好笑喔 偷偷摸摸的 感覺是偽裝者欸 還跟他蹲過去要撿他的屍體欸 好像兩個疊在一起了 守株待兔啊 我現在就是要看附近有沒有人 只要有聲紋我就要注意了 我現在那邊開槍應該附近的人都聽得到 方圓百里皆是兵啊 他好像沒隊友 我隊友通常應該是會 會有聲紋或者是過來看一下 欸 有聲紋 這邊有一個 欸 在找我嗎 這感覺上不是 不是遊盪者欸 這偽裝者吧 先收他的好了 這比較安全一點 MP5 這應該是偽裝者 遊盪者 我記得這個區塊不會穿這樣 會穿軍裝 拼一波拼一波 0成本啊 這這樣死掉也不會覺得 虧了什麼 所以我非常喜歡玩偽裝者是這樣 好 應該沒有人 有那麼多聲紋 如果有人找到打我了 哇 東西蠻多的欸 耳機 火盔 防彈衣 然後哪一把四地槍喔 哎呀 這把不能賣 喔 有個大彈掛 背包 然後送蠻多東西的喔 我要把這把槍先折起來 我們踢敗 這把放主武器 哇 子彈帶超多欸 他帶了三個彈小 好我們可以撤離了 玩偽裝者通常只要擊殺一個特遣 裝備滿滿你就可以走了 這就是偽裝者好玩的地方 這把槍我玩過啊 還可以啦 有改的話還算可以用 撤離成功 14萬 這就是偽裝者啊 我的錢大部分呢 有 應該有三分之一都是偽裝者賺的 我超愛玩偽裝者 反正就是衝一波啊 然後你只要打死撤錢 你就賺很多錢 那有時候撿屍體也可以撿一撿 你可以賺到十幾萬沒問題啊 平均一場都十幾萬起跳啊 所以錢其實還蠻好賺的 這遊戲 兩萬五這把是不是不能賣的 應該是勢力槍啊 包括他的其他配件跟他的彈匣都不能賣 不過這邊有一百一萬五MP5 這玩家怎麼拿到一把這麼好的MP5啊 好啦這場呢快速分享一下偽裝者如何賺錢啊 所以守住帶兔呢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要看你拿什麼槍啊 如果你今天拿的不是衝鋒槍 你找個點墩出口啊 其實是非常好用的 農場這張地圖呢 有時候也是會有一些大佬的屍體可以撿 或是擊殺大佬 都可以拿到不錯的裝備跟不錯的物資啊 今天快速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那天影片可以幫你喜歡 請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繼續分享這遊戲攻略跟情報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一個遊戲見囉 掰掰 掰掰